下布是一种以柱麻为原料而编制的平纹布 这种看似平常的布已有上千年的历史 10月28日在重庆荣昌的下布纺织车间里 工人们从麻杆开始浸泡 打麻 穿扣 上浆 织布工人们将一眨眨的麻解开 再将一片片的麻片披成麻丝 取几个麻丝碾成麻线 再卷成如简状沙战一样的小团驴 随后经过牵线 穿扣 刷浆晒之后就可以织布了 织布的工具是梭子 工人们通过脚和腰部运动使织布机上下的棕片摆动 梭子在两只手中来回传递 将一尺尺的下布纺织出来 一皮布46米 我要4天才能织成一皮布 在天运下布体验馆里 这里展示着麻线和皮布 以及各式各样的下布作品 国家级非遗技艺下布传承人马林庆告诉记者 荣昌下布细腻平整 色泽银结润滑且坚韧耐用 又因麻制冬暖夏凉通风透气的特点 受到人们的喜爱 但它的制作方式千年来未曾改变 仍依靠纯手工完成 下布产量低和新型布料的出现 导致仅仅作为生活衣物用途的下布 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近几年 中国人开始重视传统文化 对少而珍贵的夏布的需求又开始上升 平时 它也会带往来的游客 体验夏布的制作流程 如今 夏布通过深加工 已不单单应用到生活服饰上 在文创产品及家居用品中 也得到了广泛应用 它说 夏布不能单单靠卖情怀来获得受众 只有将夏布进行延伸发展 赋予夏布多元素的应用 让夏布成为一个成熟的美的产品 这样千年历史中新火相传的夏布 才能焕发新的生机 因为它的这种材质的特殊性 第一感觉 给人的感觉是它比较硬 然后这一点让我们 从汉代就开始接触棉的人来说 说实话 可能在接受上面 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现在的话 我们把夏布 已经做成了三大块 服装 服饰 工艺品 还有床上用品 同时为了让更多人喜欢上 接触到夏布 我们也用夏布去做一个文化的 就是空间的一个打造 在这种环境里面 大家可以更多 更亲切地感受到 这种麻文化的一种不一样的特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